交通大学博爱校区的围墙 经营着博爱街跟丁府镇 长年以来隔开了民众跟校园 最近在市政府的沟通下 交通大学同意打开校园围离 让市府新建一条从博爱街口 串联东源国小 交大跟竹中 长达600公尺的通学步道 未来民众将可以拥有 更友善的步行空间 今天我们来到我们交通大学博爱校区 这里来启动开工的一个仪式 是格外的有意义 因为在这整个丁普镇的 步行环境的计划里面 非常感谢一大部分的校地 这是我们交通大学来提供 也包括了水利会的支持 当然也要非常感谢 原来在水镇上 因为时空背景 大概有18户的这个居民 那也协助配合这一次的这个拆迁 我们由衷的感谢大家的支持 交通大学校长张茂中指出 交大一直以来强调同行志愿 希望透过合作 让彼此拥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而国外有许多大学 也是跟社区紧密联系在一起 交大这次的合作是国内第一招 希望一起发展让交大变成最美丽的校园 大家一起就像市长刚才讲的同行志愿 大家要走得长长久久那么就要一起来走 那这次呢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 我们交通大学这次不但把这个整个的差不多有600平的这样的一个土地把它释出来 而且这次我们坚决我要把我们的这个围墙把它移掉 让我们的大学终究成为这个社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部分 这项计划预计将把交通大学博爱校区的南车围墙打开 结合丁府镇周边的沿岸步道 让附近居民更容易进入博爱校区 舒适自然的感受校园生态环境 进一步增加民众的休闲绿地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